小孩开心的在游戏室里玩乐 但没有人知道他笑容背后是充满不安全感 台东家福中心在100年到101年间统计暴力循环的数据 几乎每195位家长就有85位曾经遭受虐待 这样高比例也让家福中心投注许多的心力 在替心里受伤的孩子做复原 以今年第一季来讲 就是一到三月我们在服务的儿保个案总共有250名 对那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孩子 目前都继续在接受新创的服务 为了帮助受虐儿 家福中心付出许多努力 也期待这次爱心罐罐回娘家的活动 能让受伤的孩子有更多的资源 我们的那个受虐孩子的那个复原的重建工作是真的很重要 那其实它是一个很高成本的那个服务 那像今年一到三月三个月而已 那我们服务了 做进入那个新创系统做服务的64个孩子 我们就花了77万 那我们希望的是 有受到暴力的孩子 他长大以后可以有不一样的人生 那所以说我们真的很希望 还有一千多罐的爱心罐罐 留落在外面能够赶快回娘家 家庭问题必须要从根本去做解决 若不断让问题延续下去 恐怕会造成下一代更多的伤害 东台新闻正会如张军亭台东市报道